台湾的薪资水准倒退16年大概只有日本韩国跟新加坡的一半 现在政府呢打算要鼓励企业帮员工加薪 正在思考可能会用减税等等方法对企业来提出诱因 工商团体认为给予租税的减免对于不赚钱的企业来说根本没有用 还不如改善投资环境让企业做大 在国际上才有竞争力也才有能力帮员工加薪 继续讲生活难台湾薪资水平落后临近的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 人才被挖走企业竞争力弱 政府公开喊话希望企业主动加薪让员工有感提高生产力 不过基本工资刚调店价刚涨 对获利少的传产和中小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于不受景气影响高获利的企业政府可以拿出诱因 用租税来做奖励不是不可以 我觉得效果不一定不高 你赔钱的公司你用租税奖励 他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加薪 还是营造良好的投资关系 让企业真正能够做大做强起来 韩国正是如此 而日本则是给予租税减免 只要薪资几副总额 全年增加超过5% 其中的10%可以从所得税扣除 至于新加坡则是直接补贴企业 只要帮月薪在台币96,000以下的员工加薪 其中4成由政府补贴 给予租税减充 给予租税减充